原本明明就講都市計劃法二十五條對不對 就呼喊給我偷改成二十四條 跟你說你一路看下來 我認為即便今天的搜索有重大進展 民眾黨還會繼續拗啦 因為之前太拗了啦 這就是嫌座啦 嫌座要座到這種 然後所以叫做應變 應要變的小組 譬如說陳志涵講 這一個新竹馬接的事情 我們上次有講 第一得罪馬接 第二得罪兒童 第三得罪醫院 全部都得罪光光 而且他是一個算公立的醫院 只是請馬接醫院來幫忙營運 因為他還是BOT還是市政府的地 那地間署就馬上出來說 這個跟新竹馬接兒童醫院 這個事情本來就沒有違法的情勢 那他給他大的容積 當然是因為那個病床數要變多 他那個醫院必須要升格 然後才能夠引進更多的 跟兒童有關的科別 對 然後呢 結果陳志涵講說裝沒事耶 就過夜了 就翻夜了 他就翻夜了耶 對 然後為了刷存在感 在講那個塞車的事情 就PO了一個什麼紅線的事情 說大塞車 然後被笑完之後 被笑完之後 他也翻夜了耶 就沒事了 也沒有人關心了 然後就沒了 然後選舉補助款買三半 科文者說用我名字買 監督力道比較大 你的名字買怎麼會監督力道 你應該用民眾黨買啊 對啊 所以民眾黨把選舉補助款撥給你 那你就再捐回去啊 然後就用民眾黨去買 我是一開始就不要撥給你 對 一開始就不要 然後你就直接簽一個說 我就捐贈嘛 對 捐贈給政黨還可以抵稅啊 對 然後那就用民眾黨買就好了嘛 買來之後還是可以當黨主席辦公室啊 然後四千三百萬買 買三百萬 陳貝錡說 我沒有用民眾黨買 感到很抱歉 那你們一開始 為什麼不就用民眾黨買 所以陳貝錡到現在 有沒有想要用民眾黨買 沒有啊 然後問他說現在商辦處理到哪裡 他不是出來受訪嗎 對 他給我結巴 有請律師在處理 請律師幹嘛 對啊 你如果要賣也不用請律師啊 要賣就找仲介跟代書 你要贈語也不用請律師啊 贈語就簽個東西 請代書去辦一辦 對啊 就贈語啦 所以騙來騙去 最後這個最好笑 科學 理性 物質 對 他們最近就很流行 什麼都是物質嘛 端木證也物質 什麼都物質 理文中也木質 理文卷也木質 全部都物質 然後呢 學者就說 如果不是物質 那就是正在物質的路上 不是動詞 就是完成式 對 就是現在完成式 所以這一些 讓民眾黨整個 我是覺得說他們現在整個黨 每一個人遇到問題 都用正 然後就一直抵抗 沒有用反的可以啊 我遇到問題 我也跟你戰啊 可是你不能胡說八道啊 可是你沒發現 他們沒有在前進了嘛 就是沒有在前進 所以膠著空轉的是民眾黨 對膠著就是這樣 黏黏這位 格格黏黏 然後格格黏黏就不會轉了 對 就不會轉 所以這整個我覺得 這個黨現在沒有在前進 然後每天就在應付這些危機 重點是這些人 其實這些人都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知道所有內容的 只有柯文哲跟陳佩琪 好 非常謝謝阿川 請阿川回到位置上 我想問柴薇喔 就是說民眾黨其實跟國民黨 關係是很微妙 好像立法院開始互動 相對開始解凍 可是台北政府市議員 秉持著這個監督市政的職責 還是要監督下去 可是問題是 你看我們一路看下來 民眾黨真的很會拗 因為他們拗錯了 被打臉 他們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怎麼看民眾 為什麼這樣政黨現在還有一群人 對他不離不棄呢 我覺得今天 不是大家都在討論那個律師 然後有一個文章嘛 就說什麼叫做邪教嗎 邪教化 那其實我覺得 我不想把柯文哲民眾黨 比喻成邪教 但的確 宗教化 對 宗教化 但他們的確現在 包含黃珊珊 包含陳志涵 你會發現他們的 在講的話 論述 他們都不是在跟大眾對話 他們都是直接在跟小草對話 包含他拿出來的法條 然後還有包含他不用什麼論述 只要一句 我相信阿伯的清白就過了 對 所以我認為這才是為什麼 就是說 他們反正 柯文哲是我唯一真神 我不用什麼論述 我只要跟隨民眾黨 相信柯文哲 那群人就不會跑了 因為反正他們就只相信柯文哲 但我覺得 這樣的狀況維持不久了 因為你看陳志涵 還有黃珊珊 他們真的說辭反覆 他們兩個很像是完全沒有入過森林的小白兔一樣 連你都講黃珊珊小白兔 黃珊珊199幾年就當市議員了 對 那時候我都還在媽媽使快的時候 對 但是你會發現他們真的很奇怪 他們就是都被 大家覺得說好像完全不做功課 今天要質疑一件事情 完全都不去查證 像是之前的那個補助金 據說蔡英文也拿來買辦公室 結果人家沒有那個是查證就知道的事情 然後說法反覆 柯文哲基人說 就對啊 就徒利啊 結果黃珊珊之前 再拿什麼24條25條出來講說 變來變去 沒有違法 那請問一下民眾黨 你們要不要先統一說辭呢 有沒有違法 我覺得你就統一說辭 你再去做其他的論述就好了嘛 就是基本立場定了 我覺得這個小草才跟得久 但我覺得現在小草就是完完全全 沒關係 我就是相信阿伯 但是我覺得如果民眾黨在這樣子 不斷說辭反覆下去的話 我想小草也會散得很快 你覺得會逐漸裂解嗎 譬如說我舉例 今天假設真的收到了什麼東西 譬如說起訴數真的有什麼證據 你覺得民眾黨還會再裂解嗎 我覺得會裂解一波 但是還是一定會有 對 一定還是會有 因為我覺得小草他們族群 本來就是他先有一個基本態度 就是我不相信藍綠 所以我的心就是純白色的 所以當我整個純白色的腦袋 純白色的心 然後被柯文哲灌輸了 相信我的理念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像個小寶寶一樣 他現在眼睛睜開得猛瘦 第一眼看到就是阿伯 阿伯就是他的母親 小孩會相信爸媽到什麼時候 到他出社會 到他18歲 所以我覺得小草現在就是這樣子 他會相信民眾黨 覺得他就是爸媽 對 然後沒有看過這個世界 那當看到這個世界 當看到一些相關證據的時候 他才會慢慢開始反思 當然還是有非常相信 柯文哲的小草 所以我覺得再當民眾黨 他現在是完全幾乎 我覺得沒有擴張性了 他現在就只能鞏固他這一群的小草 但當有一些證據 譬如說起訴書出來啊 或等等的話 我覺得一部分的小草 會開始慢慢的反思 但是一定還會留有一部分 精釀小草 可能最後剩5% 精釀的小草 這個東西 我們就慢慢來看 我第一次搜索 因為你知道 他搜索其實分兩大塊 整個進化成分兩大塊 呃 四十幾處其實是跟審計經有關的 跟柯文哲有關的 大概就十個吧 對 所以你知道 這個比咒就是四比一 好 那辦案到現在 呃 如果把審計經 呃 那個時候被搜索到收邀到現在來算的話 大概一個月嘛 對 如果算柯文哲大概就二十幾天嘛 對 在這個時候 我要再重新搜 我要再搜索 我就一定要跟法官嘛 記著 搜索是法官要同意 因為你是進入到民宅 對齁 那 所以不是我愛傳誰就傳誰的 我約談是可以 可是我要搜索 比如說我要搜索陳東豪家裡 對 我就要貼個單子啊 給法官審查 然後我要搜索陳東豪的住家 理由是什麼 我理由要怎麼寫 看你不爽 那法官就會 法官就會 他有一些 求回 要說 懷疑 柯文哲 有錢放在那裡 或者 有什麼東西 基於什麼懷疑理由也要寫 對 所以每個地點都有他的目的 對 好 那這個當然很標準是一個補充 補充性的作用 對 好 那現在就看補充什麼東西了 那這個東西當然不好猜 但是晚一點 或者明天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如果 如果地點是跟審慶金有關呢 喔 我比較 我個人主觀上比較期望是跟審慶金有關 如果是跟審慶金有關 表示錢部分有突破 金流比較 如果跟台北市部分有關 叫做圖利有突破 對 在圖利的部分 可是圖利的部分 大家已經不會太有意外 沒錯 現在大家口味越吃越重 大家都在等錢 對 錢只有從審慶金那邊才會快 對 好 可是你再回來看約壇的人 人跟這個搜索也許要拆開來 人的部分比如說找柯文哲隨物 柯文哲隨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當然不能隨便出賣柯文哲 他不能說 但又不能說謊 比如說1月13號以前 柯文哲去過桃豬園幾次 你陪他去過幾次 那裡面有誰 是 這個隨乎很難不講 很難不講 怎麼不講 他現在是警察現任的 他也是可以講太久了 我記不清楚 他為什麼要幫柯文哲這個 這個就是人性的增長 他也可能真的不記得 我跟你講這是人性的增長 或者說1月13號誰誰誰跟著柯文哲 你帶柯文哲去見他 他就不能說謊 不會啦 1月13號的不重要 給我舉例啦 我說1月13號 一定是1月13號以前比較重要 對 最重要的是2022年 比如說隨便講一件事情 包括今天的搜索 逃租餘人這麼大 只有一戶在用 其他的房子裡面 會不會有人放東西 好 回過來了 但是第二塊呢 就是有關於現有 你看到傳的這些證人 有朱雅虎啦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認為 應該是陳志漢嘛 對 因為 關徐甫什麼事 徐甫的家屬嘛 對 就家屬嘛 柯文哲被搜索的時候 你也沒看到徐甫啊 對啊 好 所以這時候要看陳志漢 陳志漢的角色會是什麼 因為陳志漢的角色 如果以選舉來講 以木可那一塊來講 木可金牛那一塊來講 呃 Grace 我記得 柯文哲的決勝核心 應該是柯文哲 黃珊珊 李文忠 陳志漢 對 周餘修 對 應該就這五個人 好 那其中 陳志漢應該是跟文宣網路 對對對 都他負責的 沒錯 所以如果是陳志漢的話 他這塊的支出 是不是那個帳 需要他去做細部說明 對 好 可是這點很怪 因為又有朱雅虎 朱雅虎如果 朱雅虎跟陳志漢 跟虛輔這邊看起來連不上 對 好 但是有個好處 因為所有的證人或被告都需要經過檢察官復訊 我們只要攝影機盯在台北第一間署門口 你看到人你就知道大概要幹嘛了啦 我跟你講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多人可以傳你知道嗎 他們的黨裝就這幾個人啊 而且黃珊珊還跑走了 可是 你要嘛就傳陳佩琪 要嘛就陳志漢沒了嘛 北檢有講 近期內考慮 對啊 今天不會有陳佩琪 他叫近期內考慮 對啊 既然近期就大概今天沒有陳佩琪了 對陳佩琪還是要好一點 要對他優待一點好不好 那是黨主席 是 黨主席夫人 對 要特別優待 好不好 所以不能跟這群人混在一起 是 起訴前再問一下就好了 那現在回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洗人反送 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 那如果要移送北檢 一定要移送北檢 假設很多是第一次來的 不管 我跟你講 這個一定要移送北檢 是 不管朱雅虎 朱雅虎 因為朱雅虎現在都是北檢直接叫你過來就來 為什麼要去廉政署勒 有些時候有些事情是讓廉政署問就可以啊 我都要檢察官自己問啊 對 廉政署問完 回來檢察官 我重新問一次這個筆錄就有效了 然後就有可能開積壓庭 或交保 你好 你希望有 沒錯吧 不知道你為什麼移送北檢 一定要 一定要移送 證人也要啦 我跟你講 證人也要啦 北市科的時候 你也很喜歡學劉承河 我跟你講 北市科的時候就有證人 一樣要到排位地監署問完 但是基於保護證人 所以呢 當所有的攝影機對著大門口的時候 證人其實從旁邊的側門就離開了 像北市科那個證人就沒有被拍到啊 對 好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監過檢察官 那個筆錄才有用 是 只在連這組用的筆錄 你不能拿來當作舉證 對 但是現在要再注意的是其實是 洗人防治中心 哎唷 好 因為這個洗人防治中心呢 這個洗人防治中心呢 參加的大部分都是國家 除了我們跟香港以外 對 我們跟香港 而且我們是很特殊 那一年我們是直接用台灣 很特別 對 好那為什麼會加入那個愛格門組織呢 因為那時候調查局跟美國FBI 合作得很愉快 我們跟FBI合作得很愉快 早就是這樣子了 早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愛格門成立沒多久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靠 因為調查局那個 FBI他們同學 有幾個就在華生 喬治城大學念書 對 喬治城大學也是在搞洗錢的 哦 因為這些關係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那時候切進去 切進去 然後呢 所以一定要有洗人防治 好 那現在回過來 實質上 你要愛格門幫你哦 你要很明確的東西 我不能給你 柯文子三個字而已 不行 我也不可能 不可以給你審慶金三個字 是 我必須要審慶金 他的 比如說在加拿大有沒有銀行帳戶 對 美國有沒有銀行帳戶 就是我們要從國內一直查一次查 對 查到國外的一個斷點 把那個斷點交給愛格門 他們就可以幫我把線接起來 他是很具體的 對 很具體的公司名稱 然後他們才可以找這個公司有沒有帳戶 對 比如說日本 日本 需不需要 你都要很具體的東西哦 因為 你要記住 柯文哲成去當過 當過阿扁的 這個醫療顧問的那個召集人 對 他看過扁案 他會用自己的名字嗎 不會 他會直接用他兒子的名字嗎 不會 陳志忠的故事還不夠嗎 對 所以他應該要想的比我們更複雜 是 那 呃 扁案就不講了 我舉一個比較要近的 我們有 有一個 有一個 呃 就透過拉脫維亞的那個金融情報中心 他才有辦法幫你做 他不可能大海撈 對 好 那這個 這種事情呢 你要等 因為 從整個進化承案發展到現在才一個月 對 一個月 而且 埃根本沒那麼厲害 對 所以這個時間還要拉得更長 海外的情報才有機會回來 對